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课《活埋之愿》 影片一开场,工厂老板铁锤开着车回到家 这铁锤家很有钱,不仅住着豪华别墅 而且还雇着三名佣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铁锤的老婆春花终于怀孕了 两人是喜极而泣 佣人冷淡婶,爆牙哥和胡子叔听到消息也跟着高兴 春花跟着铁锤来到工厂 工人鸡贼哥和蒙圈哥找到铁锤 强烈要求下工资 铁锤说我三个月前刚刚给你们加过鞋 你们还有完没完呢 蒙圈哥说如果你不答应 员工们会考虑发起抗议 铁锤说你甭来这套,想干就干不想干混蛋 鸡贼哥还是比较冷静 一看铁锤真生气了 急忙劝了蒙圈哥两句 然后两人是兴行而去 印尼这个国家有87%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 铁锤和春花也不例外 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 一大早天还没亮两口子就去做祈祷了 转过天铁锤接到了大老板的指示 让他到日本出差一段时间 老婆已经怀孕了 这铁锤是真不想出门 老板说你不去我就得去 你好意思让我去吗 铁锤说那有什么不好 话说了一半 铁锤又把后边的话给咽回去了 跟春花道别之后 铁锤依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家 工厂里工人鸡贼哥 蒙圈哥大胡子和悲催哥 四个人边喝酒边行聊天 这次我也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每个月挣在那点钱根本就不过花 蒙圈哥说铁锤今天出差了 咱趁这个机会去把他的车偷走给卖 到时候咱就有钱花了 刚开始其他三位都不同意 可最终经不起诱惑 四个人决定第二天晚上 趁着春花和佣人们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下场 第二天晚上 春花和佣人们去看电影 鸡贼哥四个人偷偷的潜入了铁锤家 由于是恐怖片 春花看了一会觉得有点倒胃口 便一个人坐着车先回家了 鸡贼哥等人正在屋里瞎悬末的时候 春花开门进屋了 这四个人一看急忙躲了起来 本来春花已经睡着了 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悲催哥不小心把钢琴给演讲了 听到动静的春花从梦中惊醒 急忙下楼散看情况 这四位本身就没什么作案经验 因此很快就被春花给发现了 要说春花是真不含糊 虽然已经怀有身孕 但巾帼不让须眉 连踢带挠 专攻这三位的下三路 而且大嘴巴抽得啪啪 把鸡贼哥等人揍得是满地照样 不过双拳难敌四手 好狼驾不如群狗 双方在缠斗的过程中 春花无意中被大胡子手里的棍 穿了个头巾上 大胡子说我可不是故意的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跟我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哎呀 有关系没关系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为了防止东窗事发 他们商量之后 决定挖了坑把春花给埋了 在埋葬春花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春花居然还没有死 可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挥舞着铁锹把春花给活埋了 春花死了之后 马上就变成了厉鬼 第二天一早 当他发现这个事实之后 当时就崩溃了 不过俗话说 新的挑战带来新的给予 春花冷静下来之后 开始着手对杀害自己的 鸡子哥等人展开抱负 这种厉鬼在当地有个名字 叫桑德波朗 关于桑德波朗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如果有一个怀孕的羽人被杀害 那么他就会变成桑德波朗 因为死去的不光是他自己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所以他会变成强大的怨敏 到了后半夜 春花摸到了大胡子的屋里 鬼都是有超能力的 虽然他们一般不直接杀人 但会给目标知道幻觉 春花当时是被大胡子手里的棍子通死 因此他首先拿大胡子开刀 把大胡子吓得是心惊肉条 当时有尿 吃饭也没味儿的 干活也没劲儿 鸡贼哥说什么鬼业事儿 全是封建谜记 为了安抚大胡子 鸡贼哥特意为大胡子 请了一位按摩女郎 趁着按摩师去拿工具 春花摸到了大胡子的背后 春花一通吓滑了 把大胡子挠得是滋挖乱叫 他绝对不对劲扭头一看 吓得心脏病差点快 大胡子一路喊着春花的名字 跑出了职工宿舍 鸡贼哥和悲随哥 急忙把大胡子拽到一屁里 悲随哥说 你再跟这胡说八道我就弄死 第二天的一早 用人爆牙哥说 你们都听说了 工厂的一个工人 昨晚上看到桑德波朗 他说这个桑德波朗 长得特像咱夫人春花 冷干婶和胡子叔一听都吓坏 到了晚上 春花开始对大胡子动手 他首先把大胡子 引到了工厂的车间里 然后利用超能力把大胡子给插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鸡贼哥 悲随哥和蒙泉哥 连夜来到了悲随哥的叔叔家 悲随哥的叔叔 王大白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驱伟大师 不等这三位开口 王大白就猜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王大白说 你们把春花给插了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桑德波朗 桑德波朗是最愤怒的鬼魂 也是最强大的鬼魂之一 他不仅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还可以干预我们的世界 悲随哥说叔叔 这个怎么办啊 王大白从盒子里拿出了几个护身符 他首先免费送给了自己的侄子一个 然后剩下的那两个以高价 卖给了鸡贼哥和蒙泉哥 大师也得吃饭 鸡贼哥和蒙泉哥虽然有点生气 但保命要紧 最终还是接受了王大白的城华打劫 收拾完大胡子 春花又开始对蒙泉哥下扰 根据阳王爷的规定 鬼魂不能亲自动上人 不然就会被召回一年 因此春花想出了一条妙子 他给蒙泉哥制造了一个幻觉 蒙泉哥以为捅的是春花 其实却是悲催哥 由于春花是鬼魂这件事 在村子里传的是沸沸样 家里的三个佣人心里是越来越发毛 为了验证真伪 爆牙哥胡子叔和冷蛋事 偷偷地摸到了春花的房间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把这三位全都瞎吊 急忙收拾收拾东西全跑 到了晚上铁锤出差回到了家 吃光的铁锤 根本没想到自己出去这些日子 家里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叫春花一起去祈祷 妈春花也不去 铁锤祈祷祷完之后 在门口遇见了邻居龙套士两口 龙套士说大兄弟我也不买你 工厂里有两个工人死了 人们说是春花的鬼魂 把他们给弄死了 而且现场还有目击证人 铁锤说别开玩笑了 我老婆在家活不乱跳 龙套士说你爱信不信 我们回家去叫 刚王的白听说自己的侄子死了 也吓了一跳 王的白说这个桑德伯朗太强大 孟全哥说大师啊 你要多少钱我们都给你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王的白说现在不是钱的事 如果想活下去 那就必须把他给灭掉 孟全哥说怎么灭啊 王的白说支撑桑德伯朗 那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他的家 一个是爱他的老公铁锤 只有烧了他的家 让他没有藏身之地 杀了他老公 让他失去爱的支撑 这样才能把他打回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啊 而且必须要当着桑德伯朗的面 杀了他老公 孟全哥说烧房子好吧 可当着桑德伯朗的面 杀他老公没那么容易吧 鸡贼哥说我有一个主意 晚上铁锤正在值班的时候 接到了一陌生的电话 对方说你老婆已经死了 尸体就埋在你家的后院 铁锤说别胡说八道 对方说你家的佣人 为什么跑了 你老婆为什么 那么长时间不去做祈祷 铁锤一听 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为了验证真伪 铁锤回到家 非要让冲花跟他一起念古兰经 冲花硬着头皮 听铁锤验经 时间不大就受不了 这下铁锤有点相信了 他急忙来的后院 果然发现了一堆新土 鸡贼哥等人干活也真实在 这坑挖得可不浅 铁锤从日上三甘 一直挖到月出东山 可把这哥们勒替 当看到春花的尸体之后 铁锤彻底崩溃了 为了烧掉铁锤家的房子 鸡贼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说春花就是桑德波了 不烧掉铁锤家的房子 到时候全村人都在倒霉 一帮人举着火把 乌央乌央的赶往铁锤家 铁锤回到家开始质问春花 虽然春花的动手能力挺强 但嘴皮子不行 坑吃了半天也没说去葫芦话 两个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 都相当的痛苦 春花来到自己的尸体旁呆呆的看见 这个时候蒙泉哥突然出现 春花稍微一发工 就把蒙泉哥扔到了坑里 当春花正打算把蒙泉哥掐死的时候 王子白突然给春花来了一顿屋房 用一把特殊的兵器 把春花给镇住 很快鸡贼哥带着村民 杀到了铁锤家 布隆分说就把铁锤的房子点着了 为了当着春花的面干掉铁锤 鸡贼哥趁乱把铁锤拽到一边 说春花的魂魄还没有走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回到阴间的办法 但做法的时候你必须在现场 此时铁锤的脑子已经彻底弯 跟着鸡贼哥稀里糊涂地上了车 很快鸡贼哥带着铁锤来到了王子白家 王子白说桑德波朗诡计多端 一会儿做法的时候 他说什么鬼话你都别信 王子白说完 领着铁锤和鸡贼哥来到了另一间屋子里 铁锤进屋一看 发现春花已经被绑了起来 刚开始不管春花说什么 铁锤就是不相信 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恨 当春花要求铁锤看自己的眼睛的时候 铁锤进不住抬起了头 他从春花的眼睛里看到蒙泉哥 正准备对自己下毒手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铁锤趁机拔掉了震住春花那灯把蛇性弯刀 接下来是春花的表演时间 王子白和蒙泉哥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接下来是铁锤和鸡贼哥的一场入国 时间不大 铁锤就把鸡贼哥给做蒙泉了 可由于没有及时捕刀 突然就被鸡贼哥给偷袭了 这次可把铁锤给惹毛了 上去一的话鸡贼哥就捅死了 春花那边也传染了解报 仅仅用了几分钟 就让王子白和蒙泉哥全都交了反票 春花亲自动手杀人这件事 很快就被杨王爷知道了 规定就是规定 谁也不能违反 临别之地 春花和铁锤互诉了农场 春花走了之后 铁锤也因为失血过多很快就挂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糖吃一下 做人必须懂道理 不易之财富可取 违法乱计瞎回来 鬼都不会放过你